第三个试题 有关交流电与直流电的比较何者正确 A 交流电的电流大小方向恒定顾适用于家庭电器 这个错了 既然叫交流电就是它的电流的大小会方向会改变 所以叫做交流电选项A错 B 发电厂所输送的电流为直流电 所以一般电器可以直接使用错的 我们发电厂是发出的是交流电 这是为了它能够变压方面的起见的关系 这我们在后面会再度提到这件事情 所以选项B错 C 直流电的剪计为AC 交流电的剪计为DC 错 这正好相反 交流电的剪计是AC 直流电的剪计是DC 那么 既 家庭插座所提供的电流式交流电是对的 因为发电厂送给我们的电就是交流电 所以插座里的同出来的电就是交流电 第三次题问我们说 有关交流电与直流电的比较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既 家庭插座所提供的电流式交流电 我们下期的电流电的剪计可以